我們留意到很多個案是以附有超連結的手機短訊 引誘受害人登入懷疑詐騙網站 就此,電訊商已經是與警方建立聯絡機制 按警方所提供的詐騙紀錄以及以識別為詐騙網站的網址 將涉嫌進行詐騙的電話號碼封鎖或者停止那個號碼的服務 並且阻止用戶登入懷疑詐騙網站 此外,為了協助市民識別短訊發送者地址的真偽 通訊辦亦都已經聯同電訊商、警方、銀行業界以及其監管機構成立另一個專責工作小組 驗證就短訊發放人登記制度、制定技術方案和相關的實施細節 目標是在今年年底在銀行業開始事行 考慮到近日透過綁定受害人信用卡 至新手機支付工具以進行未授權交易的個案顯著增加 金管局已經向業界提供新的指引 要求銀行為客戶綁定信用卡至新流動支付工具的時候 除了要發出一次性手機短訊驗證碼之外 亦都需要作出多一重認證 以確認客戶確實是有向銀行發出相關綁定的指示 引認支付卡的發展和相關騙案的情況 金管局在今年年初和香港銀行工會成立了專責小組 積極研究完善支付卡保障措施 有關的措施將會在議定後公佈 金管局řUE 對 commerce 雙用神話 瓦 菇 � 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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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